最新公布的最受关注韩国电视剧演员TOP10令人惊讶的是 背着《善载跑》中的边佑熙与金慧云 凭借他们出色的表演人气持续高涨 稳坐前两位 此外 The Bar Show中千余熙 以及毕业中魏谷卷与郑立元 也成功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目光 成为热门讨论的话题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这份最受关注的韩剧演员 排行榜吧 在《没有秘密》中有出色表现的高跟勺排名第八 而在毕业中表现抢眼的郑立元 更是超越了虽然不是英雄中的千余熙 跃升至第四位 背着《善载跑》中的金慧云 则以其精湛演技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而冠军的位置更是实至名归 他已经真正的火遍全亚洲了 TOP10美女与纯情男林秀香 早在2015年 林秀香凭借在电视剧《福音格之恋》中的出色表现 展露头角 瞬间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 而在之后的日子里 他更是因搭档车淫忧出演电视剧 《我的ID是江南美人》 而爆红于网友之间 进来 林秀香在韩国 KBS电视台推出的周末连续剧 《美女与纯情男中》 成功塑造了一个干练 且开朗的知名女演员 朴杜罗 形象与男主角志炫玉之间的互动 更是火花四溅 让人看得如痴如醉 这部剧集凭借轻松幽默 趣味恒生的剧情 赢得了广大婆妈剧迷的热烈追捧 使得林秀香的人气直线飙升 热度空前高涨 Top9没有秘密 江汉娜曾经的人气剧集 韩国小姐和步步惊心力 使得我们的江汉娜书记备受瞩目 而此后 她在start up我的新创时代 我的室友是九尾狐 以及洪丹心 等众多电视剧中的精湛表演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赞不绝口近日重磅归来 并带来全新立作 没有秘密 这一次 江汉娜在剧中饰演了一位 是收视率为生命全部的 综艺节目作家 温宇宙她的喜剧表演 充满了幽默与趣味 令人捧腹大笑 Top8 没有秘密 高耕少 谭级高耕少 这位艺人凭借独树一掷的表演实力 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从其在热门剧作 《请回答1988》 和《极度的化身》中的精湛演绎中 我们不难领略到 她对角色细节和情感把握的深厚功力 近几年来 她在众多家片如 《逃兵追击令》 以及《月水晶火木土》中的精彩表现 更是令人眼前一亮 演绎深入人心 近期 她在电视剧《没有秘密》中的出色表现 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她成功地将新闻主播送气魄 这一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 33年来 始终坚守着塑造完美外在形象的信念 然而命运却给她开了个玩笑 让她突然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 导致她瞬间变成了 说话不经大脑的快嘴主播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 高耕少的喜剧演技 实在是太惊艳了 Top7毕业《未古卷》近几年来 大热的《未古卷》 已经成为韩国影视圈最活跃的男性之一 她凭借在电视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和电影《重回18岁》中令人难忘的表演 成功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和关注 此后 她更是通过《由于游戏》 《小女子》 以及《恶中之恶》等多部作品 展现了自己精湛的演技 和无限的潜力 最近《未古卷》主演的新剧《毕业》 再次引发了热烈的话题讨论 这部剧 以其真实感人的情节 和细腻入微的描绘 深深打动了广大观众的心 而《未古卷》在剧中出色的表现 也得到了观众们的高度评价 相信这部剧的后续发展 无论是口碑还是收视率 都将呈现出双丰收的局面 Top6 虽然不是英雄 张基隆昔日凭借在Go Back夫妇 过来抱抱我 以及请输入检索词 WWW等热播剧中出色的表演 年纪轻轻的张基隆 就已经崭露头角 火速走红 随后 他在《我的室友是九尾狐》 与《宪政分手》中 中的精湛演绎 更是让他的人气飙升 成为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 最近 张基隆再次以起主演的新剧 虽然不是英雄 引爆了观众们的热烈讨论 这部剧自播出以来 口碑持续攀升 剧情紧凑有趣 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而张基隆在剧中的表现 也是可圈可点 赢得了众多赞誉 Top5 虽然不是英雄 千玉熙 近日 人气飙升的韩国女性千玉熙 无疑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话题焦点 她过去因主演校园霸凌题材电影 青春物语 一举摘得青龙电影奖 百想艺术大赏等个大 秉级盛世的影后桂冠 如今成功转型小音频 更是凭借浪漫的体质 和有益的欺诈等佳作 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而最近 千玉熙更是以两部热播剧集 虽然不是英雄 与的八首引发热烈讨论 她在这两部作品中的精彩表现 让人眼前一亮 人气与热度 因此双双攀上高峰 Top4 毕业 郑丽媛 还记得那个通过经典韩剧 我叫金三顺 瞬间爆火的魅力女子 那就是我们的郑丽媛 在此之后 她又出演了多部备受瞩目的剧集 如《你来自哪颗星》 检察官内传 和《泡泡糖》等等 每一次都能引来广大剧迷的热烈追捧 她也因此被誉为 韩国娱乐圈中的顶级女神 然而最近 郑丽媛凭借其在新剧 毕业中饰演的补习班讲师 徐慧珍一脚 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她精湛细腻的演技 赢得了观众们的一支好评 使她成为近期最热门的话题女演员之一 人气飙升的飞快 Top3 背着扇载跑 宋剑西宋剑西这位璀璨新星 曾凭借Sky Castle天空之城脱颖而出 此后又在《阿斯达年代记》 以及《喜欢的话情响灵》等热门电视剧中 倾情献意 然而 近期她显然更加耀眼夺目 因为其在口碑炸裂的黑马神作 背着扇载跑中的精彩表现 引发了广泛瞩目 她饰演的匹匹网帅金泰成一脚 深情守候的男二形向人动容 瞬间俘获了无数粉丝的心 人气也随之飙升至新的高度 Top2 背着扇载跑 金慧云 金慧云这位实力派演员 凭借着热播韩剧Sky Castle天空之城 瞬间火遍全韩国 同时赢得了当年备受瞩目的白想电视 艺术大赏最佳新人的荣誉 这无疑是对她实力与潜力的最好证明 而后她主演的电视剧偶然发现的一天 更是获得了观众们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评价 如今 金慧云带着她时隔三年的星座 背着扇载跑 再次回到我们的视线中 这部剧凭借其甜蜜 又不失去卫性的精彩剧情 迅速吸引了大批粉丝 金慧云在其中饰演的韧力 一脚更是深入人心 她那自然 亲切且讨人喜欢的喜剧表演方式 让观众们赞不绝口 人气也随之飙升至新的高峰 火爆全网的韩剧背着扇载跑 每天都引起无数人的热烈关注 而在这个过程中 观众们也对金慧云所在经纪公司 Artist Company的种种行为 愈发感到不满和愤怒 就在5月9日 韩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称 近期 韩国网友们通过各种网络社区 和粉丝平台 对金慧云所属经纪公司 Artist Company的批评和抱怨之声 如潮水般涌来 声势浩大 金慧云在上个月刚刚宣布 与Artist Company 签署专属合约的喜讯 当时 Artist Company满怀喜悦地表示 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与金慧云携手共进 并且郑重承诺 我们将会在专业系统的环境中 为金慧云提供全方位的权利支持 然而 自从那以后 尽管金慧云凭借 背着扇载跑的超高人气和话题性 人气持续飙升 却因为经纪公司管理层的冷漠态度 让人们对其表现感到十分失望 韩国网友们 对于经纪公司粉丝社区的管理混乱 为在门户网站注册 金慧云与粉丝之间缺乏有效沟通 以及金慧云在背着扇载跑 热度正盛时 却频繁出现在广播节目中等 诸多问题 都表示出深深的疑惑 许多韩国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我们正在翘首以待经纪公司的正式回应 如今 Artist Company官方频道上 与金慧云相关的最新动态 竟然还是大约三周之前 在背着扇载跑相关线上活动中 所拍摄的照片 而就在大约三周前 甚至就在几个小时前发布的那篇帖子中 众多粉丝纷纷发出 请经纪公司行动起来 请大力推广金慧云 请上传更多照片 请出来干活吧 等恳切呼吁 更令人气愤的是 有韩国网友 还将同在韩剧背着扇载跑中 有出色表演的编诱戏的 亚洲巡回粉丝见面会 以及他参加综艺节目 Uquiz等积极活跃的活动进行比较 使得粉丝们的不满情绪更加高涨 就在5月8日 韩国内容网络竞争力分析机构公布的5月第一周 TV-out电视剧话题度调查结果显示 韩剧背着扇载跑 强势登顶 成功超越 此前由金秀贤和金志源主演的眼泪女王 稳坐冠军宝座 而且 背着扇载跑的话题度 较前一周 大幅攀升了23.0% 打破了自开播以来 连续三周创造的记录 Top 1 背着扇载跑 边佑熙凭借着在青春记录中的出色表现 边佑熙逐渐展露头角 深受观众喜爱 而后 在出演电视剧《20世纪少女》时 她又赢得了广泛关注 并树立起极高的人气 除了以上作品 就在去年 她更是凭借新作《大力女子江南顺》 掀起了广泛的话题热潮 近来 由边佑熙担任主角 颇受好评的新剧 背着扇载跑 更让她获得了大众追捧 在该剧集中边佑熙 通过精湛起传神的演技 成功塑造出了顶级男明星 柳善仔这一角色 其角色魅力 简直无法抵挡 深情款款的形象 更是吸引了无数粉丝 使得她一跃成为近期 最炙手可热的男演员之一 甚至荣登韩剧演员热度榜首 可谓是势如破竹 无人能敌 我之前有没有评论 真的可以认为 嗯 感谢观看